对我来说什么爱情 这两个字很陌生 已经很陌生 现在有一个人很多人会来 说明天方我要追你的话 我跑 跑得很快 别来 真的 可是女人到了这个年纪 也会希望能做母亲了 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样 也过了 三十岁那个时候 我以前啊 二十多岁的时候 我想象三口百味是我的偶像 我想我什么东西都要 肌流有趣相互教 对好像他什么 他做什么的东西 都是好像我有一个目标 我将来 我看到我的未来是这样子 想是这样想啊 现实就是现实 现实是残后 我们必须要接受 我就是二十几岁的时候 我不拿奖了 说完以后怎么办 想是不难了 爱情也没有 嫁也嫁给我出去 儿子我更不要 听完梅艳芳受访问的片段 我相信大家对她的感情世界 都真是多了些了解 感情由谁都了解得了 不过美图你有没有留意 梅艳芳说话的声音和她唱歌是不同的 有什么不同 很不同 唱歌好听点 这个是真的 梅艳芳唱歌的声音很感性 很有感情 但是梅艳芳说话的声音 坦白说好像卡通声一样 好像她唱IQ博士一样 我就是觉得她唱歌的声音很触动于人心 但是听起来都好像和说话是有些不同的 其实有没有什么原因 一般的说法大家当然会觉得 唱歌是表演上面 在舞台上面那样东西是包装过的 说话就应该会是接近真人一点 但是我觉得梅艳芳的情况有少少不同 有什么不同呢 我觉得可能她 大家想真的去认识她 可能在听她的歌声里面 会更加认识一个真正的梅艳芳 梅艳芳的人生经历很大 很多沧桑 有很多东西 说你都不明白的 于是她就宁愿用了一把卡通声 去掩藏她自己 但是你不觉得孤独怎么会这样 你不害怕以后的孤独和寂寞 我的生活不会 我家里有三条小狗 两只猫 有一条小鸟 动物多得很 我希望我将来是可以开一个动物场 我有一只猫 跟着我十几年 我开心不开心她都知道 我说 哎 Bibi不精神不开心 很多事情 她说 咪 她会回答你 虽然 我也不知道她说什么 可是我觉得她了解了 问世间情是何物 但是梅姐就笑着说 她的情是动物 现在听起来都会觉得挺感慨的 我记得你曾经抱怨过说 香港的娱乐媒体把你害苦了 害得你找不到男朋友 害得你嫁不出去 每一个人都写到那个什么大姐大 说我花钱花的大花童 然后说到我差不多每一个月的换一个男朋友 这样子 好像 棒女 反正那些不好听的那些都写了 那如果这个正常的男孩子看到那些东西的话 你敢不敢来 跑掉了 就是她对你有好感 她都不敢再靠近一步 然后当然我身边还有一班选友 就是那些不好的朋友 好像曾志伟啊那些 常常说 哎呀她呀 嫁不出去的了 她呀 很花心啊 我每一次有一个比较好的男朋友 他就把人家说到好像小丑一样 结果 吓跑了 我常常跟他们闹着玩的呢 我说我嫁不出去以后呢 以后你们能养我 对 我相信他们可能是舍不得让你嫁掉 对 嫁掉了就不好玩了 有一次 但是我真的这么说 他说 为什么呢 他说 哎呀 梅艳芳 连你嫁出去的话 我们没什么好玩的了 我是跟他最好的一个玩的对象 所以你放心 你嫁不出去 你姥姥一定有他养你了 最起码成龙啊 曾志伟 这群人都会养我 我相信我从来没怕过 他对家人非常好 他家庭关联很重 他对朋友很好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因为我 我 我 为什么 有这个胆说呢 因为我刚才认识已经有超过 就快20年 他是 我刚刚出道唱歌的时候 他训练班出来不多久 大家一起是慢慢成长 就差不多同步了 所以我看他我就知道 很多东西都知道 他也知道我 我也知道他 我也了解 那你觉得他是一个理想的爱人的人选吗 那我不敢说 他 他是标准吗 这个要 是不是理想要 大家要 尝试过在一起才能 才能说 不能够说理想不理想 我不知道 反而我觉得 他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 好的朋友 但像这么好 这么完美的一个朋友 那你会不会希望和他尝试开始 你和什么人没有想过 不敢想 为什么呢 我不希望失去了这一段的友情 不敢乱想 我们都知道梅艳芳很小就开始唱歌 我听说他几岁就由丽媛开始唱起了 是的 有人形容他是香港的女儿 这件事不是说假的 是真的由低做起 因为很多东西在那时候都是始创出来的 梅艳芳唱过丽媛 唱过爱群 从游乐场走进去歌厅走廊 但真的要成名 当然就要参加电视台的歌唱比赛 我知道 我当时听说他参加这个新秀歌唱大赛 好像大家都一致评定他是冠军 美涛 人间世很复杂 其实哪里有这么多一致通过 一致通过 这是历史 历史一定要这样写 因为美好 我听过一个前辈跟我说 有秘密 有秘密 当时评判团精英云集 有很多音乐界的巨头 评判团在开会决定谁是冠军的时候 的确大家都很喜欢梅艳芳 还忙所归 但是其中有一个资深的女歌手 他就在这里说 其实他的表现都是一般 谁是资深女歌手 就是资深女歌手 可能就是出于女性的直觉 他感觉到那种长江后浪推前浪 于是就周围和一些评判去说 看看大家怎样看 不过很多评判都一致觉得 梅艳芳真是好 于是去到投票的时候 最后这位女歌手似乎都提投梅艳芳 即是他被其他评判说服了 我只可以说人间世是比较复杂的 说到参加比赛 我就有个发现 要参加就参加第一届 好似说第一届那些都特别厉害 你想想 第一届新秀冠军是梅艳芳 张学友就是第一届十八区十九区的歌唱比赛 连周小姐做到现在 可以做得最持久的 倒是第一届的黎燕山 那我迟了出世 说不及了 你年轻而已 梅艳芳其实他参加比赛时 当然有唱其他人的歌 之后他成名后都有很多自己的歌 不过他还有唱其他人的歌 就显得他歌路阔 什么歌都可以carry 我想都是本能 在他们那一代出道的歌手 唱酒囊唱夜总会 台下的客人 点一首歌 点什么歌都好 你就要立刻唱 所以歌路和音域都自然是很阔 唱别人的歌是一件闲过纳秋的事 不过梅艳芳在声任之余 他也可以唱出另一番的味道出来 你难道不明白是为了爱 你难道不明白是为了爱 要不是有情人我要分开 我眼泪不会丢下来 我眼泪不会丢下来 丢下来 ARTEMS 代曹 nota 十余岭 千 най泪 påond 三月内 来 difficulties 南风蜿蜜蜜蜜 南风蜿蜜蜜蜜 飘泊上来 樑海 說不愛情依農 我倆幾位親親 曲之話都要吐 不管明天 到明天要享受你 沿著青香 把青香多珍珍 我倆的別意 願太陽快速度 我倆的別意 又再見在夢中 你問我愛 你有多深 我愛你有幾分 我愛你有多深 我愛你有多深 我的情不也 我的愛不必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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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你 我愛你 你愛你 我愛你 我愛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